7月29日,内蒙古自治区第32届旅游纳达木在西林郭勒盟开幕。开幕式上,中国马都马队、乌兰木齐队、男儿三义等代表队身着蒙古族盛装依次亮相。不少代表队策马扬鞭通过主席台,上百匹骏马浩浩荡荡而过,为观众和游客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马上盛宴。 这是第一次参加咱们的纳达木大会,来之前我就听说了这个盛会非常的隆重。这次来我就觉得咱们内蒙的骑马一直是就是全国人民都很爱的一个项目,希望能感受一下骑马这样的风采。 纳达木,蒙语意为娱乐或游戏。纳达木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也是蒙古族民众的盛会。 记者从主办方处了解到,本次纳达木创新性地加入了许多时尚元素,除了有传统的男儿三艺,射箭,赛马,伯克项目,还加入了星空露营,草原旅拍,机车音乐节等时下正潮的活动项目,让传统遇见时尚。 既丰富了游客的体验,又为传统纳达木赋予了新的内涵。 本届游纳达木呢,我们除了这个传统的男儿三艺以外,我们注入了很多的这个时尚因素吧。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搞一个汽车纳达木,那么还有机车音乐节,星空露营季,以及游客三项。 以此呢,我们想要推进旅游业,带动这个旅游的消费动能,以此推进我们的这个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 本次纳达木计划持续一个月,在纳达木分会场,还专门设置了传统民俗体验,乃食品品鉴等互动类项目。 不少当地的牧民化身网红,通过参与纳达木的活动,将蒙古族特色的文化产品推荐出去。 这次我穿着最美的衣服,然后西林过来到有一个网红大赛,然后我就参赛了,也把这个咱们的内蒙的特产发在网络上,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人民了解我们内蒙的美食。